我和柳如烟结婚了十年 但柳如烟却恨了我十七年 可我明明资助了她整整七年 也是她同意之后我们才结婚的 可婚后偶然的机会让我知道 柳如烟喜欢的是和她一起长大的竹马 而她居然是一直在恨着我 觉得我用钱砸她是在折辱她 所以婚后十年她对我冷淡至极 最后还干脆搬出去和她的竹马同居 而只留下我一个人独守空房玉玉耳中 可是苍天有眼 让我重生到我决定资助她的这一天 纪博出 你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 你以为有钱就了不起吗 我们不稀罕 看着挡在柳如烟身前的伊藤城 我有些恍惚 视线对上柳如烟的目光 二十岁的柳如烟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 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亚麻长裙 然而她生得太好了 身材高挑纤细 皮肤磁白 一双眸子亮得好像天上的星星 净生生衬的衣服都跪起起来 我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扶住了身后的桌子才站稳 这样的柳如烟 我有多久没见过了 十年还是二十年 太久了 我已经记不清了 毕竟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 柳如烟看我后退 微微一正 伊藤城还在喋喋不休 我却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 眼前这一切和上辈子一模一样 当时就是这样 她不肯要我自主 我却偏偏要自主她 我喜欢了柳如烟七年 我知道她家里条件不好 她爸是个烂毒鬼 从小只会输光了钱后 喝得烂醉回家打骂她和她妈 她妈不堪折磨 最后投合自杀 柳如烟从小就自己出去捡垃圾 打零工 再就是靠着申请助学金上学 而我从小家庭幽误 我们俩本不该有交集的 然而她成绩一直很好 所以高中的时候 我们这所私立中学 为了升学率给了她奖学金 我们才上了同一所高中 那时候我们圈子里 都是些少爷小姐 家里有钱也不小的学习 每天浑浑噩噩的混日子 就等着以后出国 混个文凭回家继承家业 只有柳如烟是不一样的 她目标明确 上了课好好学习 下课就去打工 虽然没钱 但她从来都不觉得 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永远不卑不靠 她太与众不同了 就好像温室里 生出的一株美丽 又顽强的野兰花 和周遭的迷迷 芬芳格格不入 我就是在那时喜欢上了她 我喜欢她 所以我看不得她受苦 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 我总是自以为是的 把一切我觉得好的东西塞给她 她晚上要去打工 早上赶不及吃饭 我就从家里带了便当给她 柳如烟 我家保姆做的和牛最好吃了 你尝尝 还有鹅肝 是我爸特意空运回来的 特别香 那时候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从小过的是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身边的所有人都宠着我 宠得我大脑空空 我只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她 却完全忽略了 她想不想要 周围的同学起火 纪博出 她懂什么鹅肝哈哈 恐怕鸡肝都吃不起了 我骂他们 关他妈你们屁事 我没看到 柳如烟用力捏紧饭 和失去血色的手指 她顿了片刻 把饭盒还给我 冷淡的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不用了 别借啊柳如烟 有女生几没弄眼 要是跟季博出好了 你这辈子就都不用打工了 赶紧攀上人家呀 就是 到时候你爸不是 想赌多少就赌多少 再不用打你学费的主意了 哈哈哈哈 所有人哄堂大笑 我拍桌子猛地站起来 都给我闭嘴 其他人不敢笑了 柳如烟却一下子站起来 转身出去了 我在后面追着 要把饭盒塞给她 柳如烟 你别听他们胡咧咧 你快把饭吃了 不然晚上还要去打工 身体受不了的 他站住 猛地回头 我愣住了 他眼里是全然的恨意和嫌恶 少年人的记性总是很差的 我很快忘了那一茬 继续纠柳如烟 为了他我甚至开始好好学习 跟他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爸高兴地合不拢嘴 给我生活费翻了呗 上了大学的柳如烟更忙了 他的助学金没申请下来 贫困补贴名额 也被同班家里有关系的同学抢走了 最惨的时候 他每天都只能在食堂买一个馒头 然后打免费的汤冲击 我看不下去 说要资助他 却被他拒绝了 他一天打三份工 最后甚至累晕在了路上 我这才忍无可忍 拽住他非要给他钱 柳如烟 你为什么不要我的钱 你这么累死累活的到底图什么 我去找了他的班主任 强行交了他的学费 那时候我也懂点事了 知道要照顾他的自尊心了 于是吃饭的时候 我总拉着他一起 然后说我吃不完让他跟我一起吃 出去玩的时候 我总说抢到了免费的权 拉着他一起去 慢慢的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似乎越走越近了 我就这么资助到了他毕业 甚至为了让他开心 还一起资助了 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竹马一同城 毕业后 柳如烟开始创业 他的成绩一直很好 在学校的时候 就跟朋友做了炒股模型软件 但是到处碰壁 无论如何都拉不到投资 我看不得他这么消沉 干脆找我爸给他投了资 我记得那天晚上 柳如烟一直很沉默 我搂着他几乎都要睡过去的时候 他突然开口了 记博出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当时还以为他想说的是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于是心安理格的开口 因为我喜欢你了 柳如烟 你喜不喜欢我 我拉住他的手 我都对你这么好了 你还不跟我在一起 就是大大地没良心 那时候其实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但柳如烟没说话 我以为他是默认了 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了 两年后 我和柳如烟结婚了 婚礼办得草草了事 柳如烟说不喜欢太多人 于是我们只请了几桌要好的亲戚朋友 都是我的亲戚朋友 他那边 只有他一个人 柳如烟婚后对我依旧冷淡 那时候我真的太傻了 我以为他就是这样性子的人 反正我都追逐了他这么多年 只要我继续对他好 就是石头心也会被我误化 可我没想到 他当真就是我误化 因为他的心 自始至终都在别人那里 婚后第三年 我们俩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 我开始忍受不了他日复一日的冷淡 我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那个竹马 他却只是冷眼看着我 一言不发 逼急了他干脆就直接拴门走人 我被他的冷暴力逼得愈发偏执疯 他一回来我就逼问他 骂他 吵得最激烈的时候我口不择言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白眼狼 当初我还不如养条狗 好歹还知道冲我摇摇尾巴 他的神色有一瞬间的有愤怒 然后迅速冷静下来 自那天之后 他就彻底不回家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早就和他那个竹马在一起了 他们在外面有了新的家 甚至他还怀了他的孩子 那些年 他在外面家庭圆满幸福 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家 满心的爱都酿成尽满恨意的毒液 柳如烟创业成功了 他变得比我爸还有钱了 我没什么能报复他的 我唯一有的 只有我的婚姻 我赌上了自己的人生报复他 我死也不肯和他离婚 不管他给我多少钱 他毁了我 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他喜欢的男人 永远都只能是见不得光的第三者 他和别人的孩子 永远都只能是阴沟里的私生子 柳如烟也不敢起诉我 他怕我们的婚姻纠纷闹大了 会影响公司股价 其他董事们也不会答应 就这样 我和他耗了十年 这十年无论我怎么歇斯底里 怎么疯狂 到最后甚至服软哀求 他都没心软过 从来没回来看过我 我就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日渐消瘦 身染重疾 最后郁郁而亡 季博初 我猛地回过神来 看向一边的柳如烟 一股极深的恨你 从我的四肢脑还汇聚起来 我的心脏几乎要炸裂开来 一时间甚至几乎站不住 我死之后 他终于如愿了吧 然而这要吃了没多久 我的身体就开始越来越差 到最后甚至做都做不起来了 没多久 我就一命呜呼了 是他吧 除了他 还能有谁呢 那样恨我 恨到希望我立马去死 他是想跟一腾成结婚 多么歹毒啊 我看着柳如烟 强行压制住 想要直接冲上去杀了他的冲动 我好恨 我自认除了年纪小的时候不懂事 不够照顾他的自尊之外 没有任何对不起柳如烟的地方 就连结婚我也没逼过他 我甚至还问过他愿不愿意 如果不愿意我可以继续懂 他却这样恨我 一腾成还像上辈子那样对着我叫嚣 纪博出 你以为有钱就了不起吗 你凭什么这么侮辱我 拿着你的臭钱滚带 我看向他 一腾成其实长得还不错 只不过穿着一身有些破旧的运动 显得有些寒酸 正神情激动地盯着我 这就是柳如烟爱的男人 哪怕杀了我也要和他在一起 上辈子也是这样 本来我和柳如烟都在好好说话 我跟他说如果他觉得不舒服 可以以后赚钱了把学费还给我 就当我接他的 一腾成却突然指责我用钱砸人 说我侮辱柳如烟 后来我在和柳如烟的争吵中 才逐渐明白 原来他一直觉得我在用钱砸他 蛇辱了他 我突然觉得很可笑 看着一腾成护独自的样子 我勾起嘴角 你想多了 这钱我就是烧了 也不会资助你们 柳如烟面色大变 一腾成表情有片刻空白 你说什么 我微笑 你不是觉得 我资助你们是侮辱了你们吗 都是同学 我怎么能这么侮辱你们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 你们还是继续去打工吧 一腾成的家庭情况 跟柳如烟差不多 父亲欠着外债卷钱跑了 母亲打工工 他读书落下了一身病 现在只能躺在家里 大概是因为近况相似 他和柳如烟的关系一直很好 总是围在他身边 他总喜欢在我和柳如烟 出去玩的时候 缠着他要一起去 我有时候不愿意 他就会当着柳如烟的面质问我 纪博出 你是不是嫌我穷 不想跟我交朋友啊 我还来不及说话 柳如烟就会把挽住他 陈生道 你要是觉得我们配不上 那就别去了 我只能带上他 吃饭的时候 他会看着盘子里的龙虾说 你天天都吃这么好的东西吗 我们还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有好几次 我和柳如烟明明聊天聊得挺好的 他突然说这么一句 柳如烟的表情就没了笑的 也不再跟我说话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只是无心 直到后来有一次 我和柳如烟走在一起 突然回头想和他说点什么 却撞见了他看我的眼神 一腾成面无表情 眼里翻涌着的全是银河和怨女 看我回头 他有些粗不及防 赶紧扯出一丝笑 然而我却只有后几发了 那时候我才恍然意识到 他讨厌我 或者说他恨我 其实我和柳如烟刚结婚的时候 也是有过一段短暂的和谐期的 那时候他公司走上了正轨 拿到了第一笔单子 庆功宴后 他醉熏熏地搂住我 笑着跟我说 老公你喜欢什么 老婆给你买 我心疼他赚钱不容易 抱着他心满意足 不用了 你现在公司刚起步 正是运钱的地方 你有这份心我就很开心了 他却不依不饶 挂在我脖子上撒娇 老婆赚钱就是给老公花的 我给你买车 你喜欢什么车 直到睡着的时候 他嘴里还在喃喃 纪博出 我现在有钱了 你不用再迁就我 跟我一起受苦了 他果然第二天就给我买了车 只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逼腾成就一起跟了过来 他看着我手里的车钥匙 表情突然有些古怪 随即他一把把车钥匙 从我手上扯了过去 笑着对柳如烟说 哎呀 这辆车我记得 纪博出上大学的时候就有的 是他一朋友送的吧 他当时还嫌太便宜了 开不出去呢 其实有没有这事 我早就忘了 然而柳如烟的表情 却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随后他拿过那把车钥匙 面无表情地离开了 那之后 他就开始对我冷淡下来 而那辆车见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腾成在开了 他嘴角请起笑语 故作不在意道 纪博出 如烟把这辆车给我了 你不会生气吧 我自然不肯 让他把车还给我 他脸上闪过一丝怨恨 大声问我 反正你都有那么多车了 为什么非要跟我抢这一辆子 你有那么多了 我只有这一辆子 柳如烟黑着脸拽开我 放手 你既然不稀罕 为什么要跟他争 还是说你就是喜欢争来的东西 我当时心高气傲 哪里受得了这种气 跟他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后来我才明白 一腾成说的哪里是车 他说的分明就是柳如烟 他觉得是我抢走了他 所以才这样恨我 纪伯初 回过神来 柳如烟却慌了神似的 一把拽住了我 你等等 我回头 却在看到他神色时震愣了一瞬 他眼里情绪暗流涌动 好像有什么 就要压不住破坨而出了一样 甚至连声音都有些颤疑 不对 不该是这样的 纪伯初 你为什么不自助我 你不是很喜欢我吗 我被他的疯狂吓了一条 柳如烟这是怎么了 疯了吗 还是生气 我跟一腾成说话的语气不好 可上辈子这时候我还没追到他 他对我永远都是十分冷漠 不苟言笑 他这是犯病了吗 我想甩开他 松手 他却更加用力 甚至眼眶都有些泛红 纪伯初 你不喜欢我了吗 你不要我了吗 这下我是真被吓着了 柳如烟什么时候对我说过这种话 我睁大眼 柳如烟 你特么吃错药了还是中血了 他却不说话 只是直直地看着我一眨不眨 神色偏执疯狂 我被激起了脾气 他上辈子那么对我 现在还敢瞪我 你不是觉得我资助你是折辱了你吗 柳如烟 还是说你只是舔个臂脸让我求你 软饭硬吃 低腾成张开嘴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跟柳如烟说话 也是 上辈子这时候 正是我最喜欢他的时候 我说的每句话都小心翼翼 生怕伤害了他的自尊 不过现在我都不在乎 柳如烟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比一道 狼心斗肺 恩将仇报 我真纳闷 以前我怎么会喜欢上这种人 柳如烟却意外地并没有生气 他只是面上血色消失殆尽 一片惨白 我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给柳如烟的那张卡里有二十万 足够覆盖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拿着卡直接去消费了 把钱给他还落得一身骚 我还不如多买块表带着 起码还能看个时间 上辈子除了那唯一一辆车 柳如烟再也没送过我任何东西 生日 纪念日 节日 我每次都会精心挑选给他的礼物 可他总也记不得 或者说也不在意 反倒是一腾城摇身一变 成了扩哨了 他拿着柳如烟的钱到处购物 几十万几十万地买车 买表 买衣服 每次买了什么 他就会来我面前晃悠 纪博出 这可是如烟去巴黎特意给我带的 他给你带什么了 不会 他吃笑 什么也没给你带吧 然后我就和柳如烟大吵大闹 关系愈发糟糕 现在想想 我这么有钱 为什么要稀罕他给我买东西 我想买什么完全可以自己买 这二十万 我又自己添了十万买了快僵尸单顿 回学校的路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冤家路窄 一下车 我就看见了伊藤成和柳如烟 他看见我手腕间的心表 眼神一下子变了 难以掩饰的又恨又堵 这时候柳如烟还一穷二百 他也是个穷光蛋 身上的运动裤洗的都起了毛边 尽管已经努力把线头 都剪掉运烫平整了 但扫一眼就知道 那只是路边摊卖的便宜货 纪博出 你可真有钱 他死死盯着我的手腕 拳头紧紧攥起 僵尸单顿 很贵吧 一块表就顶我们几年的学费了 他凑近柳如烟 在他身边有意无意道 我们还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吗 以前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都会变白 我有嘴笨 往往越说柳如烟越不高兴 现在可去特马的吧 我微微一笑 看来你不光穷 脑子也不好使 现在才知道吗 我家住市中心五百平的不动别墅 你住城乡结合部三十平的老破桥 我们当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一藤成脸色泛青 五官有一瞬间的扭曲 我走过去 对着他一字一顿道 一藤成 你永远都不会和我成为一个世界的人 你就嫉妒到死了 如烟 他很快反应过来 就要跟柳如烟装可怜 我吃笑一声 你除了跟在女人身边还会干什么 阴沟里的臭虫一样 你也不用找柳如烟 你们俩半斤八两 都是一样的恶心 那天骂了这对狗男女后 我就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倒不是我不想报复他们 上辈子给我下药的事情我一直记得 但一个是这辈子下药的事情 毕竟还没发生 我没有证据 再一个 我也不想为这种垃圾搭上我的人生 上辈子挫磨了一生已经太痛苦了 这辈子我想远离这对狗男女 他们好也罢不好也罢 都跟我没关系了 新的人生 我想重新开始 然而我想离他们远一点 他俩却阴魂不散 没过几天 朋友特意找到我 幸灾乐祸道 你没资助柳如烟和一藤成 现在他俩狼狈的要命 学费都交不上了 我听说 现在柳如烟疯狂在外面打工 一藤成那天还想去买条新裤子 结果才八十块钱 刷了微信支付宝和卡都没凑够 还把之前你给买的那个水果手机卖了 才勉强凑齐了学费的 我回忆了许久才想起 上辈子这之前的时候 我看柳如烟的手机太老旧了 就送了他最新的水果14promance 然而第二天我就在一藤成手上 看到了那个手机 我垂下目光 清总道 是吗 那还真是够穷的 结果还没走两步 我就被一藤成拦住了 他神情激动 拉住我纷纷道 纪博出 你为什么不资助柳如烟了 你知不知道他的记点是专业敌 如果他因为学费被耽误了 你担得起责任吗 我先是一愣 玄机简直被气笑了 上辈子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德行 又想要别人的钱 又拉不下自己的脸 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简直厚颜无耻到极致了 他低不低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耸耸肩 我又不是他爹 你怎么能这么说 周围有认识我们的同学聚上来 一藤成更来劲了 指着我 好像我就是什么 欺男霸女的恶霸一样 你一块表就能顶我们好几年的学费 你资助资助我们怎么了 还是你就是这么自私 宁愿把钱糟蹋了 也不愿意拿来资助有需要的人 他大概以为所有人都是柳如烟 都会被他这一套无耻言论洗脉 我还没说话 我朋友先开口了 他跟我家条件差不多 但是脾气比我爆得多 冷笑一声对着一藤成道 哪个精神病院没关好门 把你这个傻逼放出来了 想要钱你可以去要饭了 再不计刻意去卖后门 虽然你长得丑了点 一向是暗戳戳给人添堵的路子 没见过这么横冲直撞直接骂鸟的 一时间都被骂愣了说不出话来 其他同学也纷纷开口 是啊 没钱可以去申请助学金啊 跟人要钱态度还这么差 不要脸呗 就这样的活该没钱 一藤成后退一步 不敢置信地睁大眼 我冷笑 我三天两头请同学吃饭 出去玩也愿意掏钱 同学们当然向着我说话 如今想来 一藤成除了柳如烟又有什么呢 他没有一样能赢得过我 要不是我上辈子中了血四的 满心满眼都是柳如烟 他这种人 甚至都不会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就在这时 柳如烟却突然来了 如烟 一藤成赶紧靠过去告状 我就是让纪博出资助你一下 他有钱买那么多表都不愿意资助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 他骂我骂得很难听 纪博出 他立马变了脸 低声道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但是我都是为了如烟好了 他那么优秀 我心里厌烦至极 一藤成就像是跳到人脚上的癞蛤蟆 不咬人却隔音 最可恨的是 他这人阴魂不散 甩都甩不开 柳如烟略一皱眉 你骂他了 我忍不住讥讽一笑 果然 他永远都是这样 一藤成一装可怜 他就不分青红皂白立马为他训终 以前每次我都会跳着脚和他吵 然后偷偷难过 不过 现在不会了 我掀起眼皮看向柳如烟 是啊 他说的对 我就是骂了他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 柳如烟竟然并没生气 他低下头 语气温柔 近乎讨好道 那一定是他哪里做的不好 惹你生气了 随即他转过头对着一藤成淡淡的 记博出不是不讲理的人 你跟他道个歉吧 我瞠目结舌 一时间简直以为自己还没睡醒 一藤成也傻眼了 许久后才难以置信道 如烟 你说什么 柳如烟冷了脸色 我让你道歉 一藤成又惊又怒 你怎么能这样 我也一脸猛逼 柳如烟居然让他心肩肩上了一藤成 给我道歉 他脑子被驴踢了吗 我心里闪过一个短暂的念头 会不会是 他也重生了 不过随即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可能的 上辈子柳如烟那样恨我 恨得甚至吓要杀了我 要是他重生了 肯定会第一时间离我远远的 他肯定有什么别的阴谋 我拉开了距离 警惕地看着他 柳如烟好像被我的眼神刺了一刀 受伤地看着我 记博出 我知道之前是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不是喜欢我吗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之前亏欠你的我都会补偿 他越说情绪越激动 到最后死死盯着我 像是看着什么 失而复得的宝贝似的 声音都带着一丝哽咽 这太荒谬了 我忍不住握起拳头 上辈子我苦苦追寻 搭上一辈子了 就是为了他的这么一句话 只可惜到死 我也没听他说一句喜欢我 这辈子 我真像他说的那样 骂他羞辱他 他倒是说喜欢我了 那我上辈子 付出的那些又算什么 我嘴角扯起讥讽的笑 嫌悟道 跟我在一起 柳如烟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在一起 我身上一件衣服 够你打三年功 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你凭什么跟我在一起 他不是觉得我羞辱他吗 那就让他感受一下 真正的羞辱吧 果然 柳如烟面色一白 他急切道 我现在是没钱 但你等我好不好 我以后会有钱的 他这点倒是没说错 他以后的确挺有钱的 但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心里的恨和燕 几乎要压不住 看着他轻蔑道 柳如烟 就是全天下的女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那天我离开后 柳如烟一直失魂落魄地注视着我 他看起来可怜极了 肩膀都四垮了一些 站在那里 活儿也被抽走了一半 我心里只有冷笑 我不知道柳如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突然想开了也好 还是脑子坏了也罢 那个不遗余利爱他的忌不出 已经死在了上辈子 再也不会活过来了 没了我的资助 柳如烟和伊藤城这辈子 过得比上辈子更惨 柳如烟的程序也没卖出去 自主创业也失败了 听说现在他俩穷的都快要去卖血了 不过 这都不是我要关心的 第二天一早的时候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我拿起手机 屏幕上显示着名字 圣仙仙 这是我曾经的朋友 我有些恍神 与我来说 已经是十几年没再见到这些名字了 以前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他不喜欢我交往一行朋友 也不喜欢我那些二代哥们 慢慢的 我也就和之前的不少朋友淡了关系 我和圣仙仙两家是试交 打小关系就不错 大学时那辆车就是他送我的生日礼 我现在才想起来 他当时还说是自己弹成了一笔大单 他爸给的赶金 要我好好珍惜这辆车 只可惜 当时我满心都是柳如烟 哪有心思分给别的女人 那辆车也被我放在家里闲置了 接起电话 他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记博出 听说你把柳如烟那个女人给骂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他就激动吧 早该给他点颜色看他了 吃你的喝你的还破 之前我们都不敢说 你总算脑子清醒了 我微微一笑 有什么事 今晚上聚会 还是老地方 八点 必须到啊 挂了电话 我想了很久才回忆起老地方 是我们之前常去的一个酒吧 我们几个发小经常一起去玩 只不过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我就不怎么出去了 我本来是飞扬跋扈的性子 为了爱也全然拔光了爪牙 我不再去商场 第一次学着去逛地摊和集市 那些奢侈品我不再穿戴 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几十块钱的衣服 只是为了站在柳如烟身边的时候 他不再皱眉 我不敢去之前常去的餐厅吃饭 偶尔出去吃饭 也只是和他去沙县小吃吃一份烧买 我把自己活成了色索小心的样子 只希望他能更喜欢我一点 我曾经是那么掏心掏肺地爱着他呀 晚上到酒吧的时候 圣仙仙很高兴 一直劝我酒 我没拒绝 享受这酒为的轻松 这群朋友其实都挺好的 尤其是圣仙仙 之前结婚的时候还跟我说 要是受了什么委屈就去找他 他帮我教训柳如烟和柳如烟 他后来也真去找柳如烟了 那时候柳如烟刚刚怀孕 我满心欢喜 以为有了孩子就能挽回他的心 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生 可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孩子根本不是我的 而是伊藤成的 我发了风担把家里的东西都砸了 跟柳如烟吵得不可拍交 然后伊藤成却得寸进尺 甚至半夜两三点 故意打电话给我听 他和柳如烟亲热的声音 他喘着粗气 夹杂着肉体碰撞的声音 放松 胃里翻江倒海 我抱着马桶吐了的天昏地暗 吐到胆汁混合着 胃液一起涌出 到最后我浑身发冷 不住地哆嗦着 抬起头来 镜子里的男人惨白 只有一双无神的眼睛 渗满了红血丝 剃泪满面 圣仙仙知道这事后 上门扇了柳如烟一巴掌 要不是我最后拉住他 他简直要把柳如烟头发拽脱了 我拉着他 他眼都红了 对着柳如烟疯狂大喊 你这个贱人良心被狗吃了吗 记不出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能这么恩将仇报 柳如烟那一次没还手 他嘴角的血迹渗出 低头不语 想什么呢 圣仙仙推了我一下 喝酒 我跟他碰杯 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 圣仙仙已经上了脸 他满脸通红凑近我小声问 你真不喜欢那个柳如烟了 我看了他一眼 他眼神立刻多闪开 耳朵尖都泛起粉色 我心里有些好笑 圣仙仙喜欢我 我知道 但上辈子我眼里只有柳如烟 最后甚至还为了柳如烟 跟他闹翻了 但是柳如烟对我不好的时候 他还是会立刻站出来维护我 这辈子如果要找老婆的话 我希望找一个他这样的人 现在我才想明白 有时候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和柳如烟从小出身不同 教育不同 条件不同 门不当户不对 他从小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 早早竖起了一身的尖词 尖锐敏感 自卑冷漠 而我打小是家里宠大的 家庭给了我舍弃一切 去爱一个人的底气 而这也成了我悲剧的原因 我以为友情迎水宝 却不知道柳如烟这种人 凭着一枪真情是我不化的 我点点头 是啊 之前瞎了眼 圣仙先低下头 慢慢靠近我 低声道 那你看我 他还没说完 一个人猛地拽住我胳膊 我一惊 回头却映入柳如烟神色难看的吓人的脸 他低垂着毛子 身体紧紧绷住 平静的声音下 压抑着我听不懂的情绪 你跟我来 我怕当着朋友面闹起来丢人 只能跟他一起出去 松手 一出门我就一把甩开他 嫌悟道 你特么有病吧 又发什么疯 柳如烟却一言不发 只是死死盯着我 重生以来 他对我的态度 一直是温顺近乎于讨好 此时他眼圈泛红 勉强压制住表情 他哑声道 纪伯初 你刚才说什么 我一愣 然后咬牙道 我说我不喜欢你了 我之前眼瞎了 不喜欢我了 柳如烟古怪地笑了一声 随即他一把拽过我的脸子 目光对上我的视线 声音冷得像是催了冰茶子 你再说一遍 纪伯初 你之前说的喜欢我 说要跟我在一起 说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难不成都是假的吗 他神色疯狂 我却正住了 不对 这辈子现在我还没说过这句话 这些话明明是我上辈子 跟他结婚之前说的 他怎么会知道 柳如烟很快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下意识后退一步 我低声道 柳如烟 你也回来了 对不对 他沉默 午夜的风乌夜着从身边呼啸而过 满地的落叶被封在地上拖动 我挟着消死 偶尔有车从身边开过 那光亮一闪而过 又迅速凝灭于昏暗 柳如烟 我扯出一个难看的小 你怎么敢 他竟然真的也是重生回来的 他上辈子那样对我 这辈子怎么敢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 我上辈子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结果呢 我死不瞑目 这辈子我终于想开了 想好好过日子了 可他竟然把我的伤口又重新撕开 嘲笑着告诉我 我永远都摆脱不掉那些悲惨的过往 柳如烟有些慌乱 季博出 你听我解释 我事业重生回来了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上辈子是我太蠢了 我没发现我早就爱上你了 我以后补偿你好不好 我趴的就给了他一巴掌 柳如烟偏过头去 我从不打女人 上辈子哪怕他给我戴绿帽子 我也没动过他一根指头 但这一巴掌 我不后悔 我一字一顿 柳 如 烟 你怎么敢 他怎么敢在这样伤害我之后 再这样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他早就爱上我了 我这一巴掌 宣泄了我心里所有的恨 用了时辰时的力 他嘴角裂开一出血色 却只是随意地擦了擦 语气平静 够了吗 不解恨的话 他抓住我的手 往他红补的脸颊上按 再多打几巴掌吧 明明他在说着狠话 眼圈却墨的一红 静直直地掉下泪来 我有些震惊 柳如烟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 他上辈子最难的时候 他爸把他辛苦 土团的学费都赌书了 回去还对他拳打脚踢 第二天 顶着一身亲子上学的时候没哭 他一天打三份工 又饿又累到晕倒好几次 那时候他也没哭 我曾经一度以为 这个人是天生的铁石心肠 却没想到 他竟然会在我面前掉眼泪 柳如烟眼泪冲淡了嘴角的鲜血 他满身的狼狈 像是压不住了一样 身子都攻下来 哀求道 纪博出 回来吧 恨我的话 你想杀了我也行 就是 别不要我 我简直要被逼疯了 柳如烟 你脑子被门夹了吗 你到底怎么了 他低下头 颤声道 我太自卑了 我那时候满身的防备 觉得谁都卯着劲要伤害我 你那么好 那么优秀 可我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不敢喜欢你 我也不敢相信你是真的喜欢我 我怕我满心欢喜地接受后 你突然有一天告诉我 我配不上你 你只是玩玩罢了 纪博出 是我太蠢 是我该死 你打我骂我都无所谓 我求求你回来吧 他哭号着 好像要将压抑着的所有情绪 都发泄出来 你不知道你走后的那些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再也忍不住 冷笑 柳如烟 你爱的不是伊藤城吗 上辈子你给我下药把我堵死 不就是为了伊藤城吗 下药 柳如烟一顿 什么下药 你还装不知道 我死死抓住路边的栏杆 不然我不敢保证 自己不会再扇他一巴掌 我后来的药都被人换了 明明一开始我的身体已经好转 但后来越吃身体越差 最后 我死死咬住舌尖 蔓延出满嘴的苦字 我爱的女人为了别的男人杀了我 哪怕只是再重复一遍 也令我痛不欲生 我没有 柳如烟急切道 我从来没有过 我还跟管家说要他好好照顾你 我怎么可能会杀你 我们俩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眼里的恍然 如果不是他 那剩下唯一能接触的管家 也想我死的人 只有伊藤城了 原来竟然是伊藤城杀了我 我心里五味杂陈 却并不难以接受 死都死了 谁杀的还重要吗 即便不是柳如烟 伊藤城也是为了他杀我 跟他脱不了干系 我有些心灰意冷 一种难言的疲惫蔓延到全身 爱也好 恨也罢 我真得累了 这辈子我只想离他远远的 好好过 秋雨来得猝不及防 披头盖脸的雨点砸在地上 柳如烟站在雨里狼狈的要命 脸上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纪博出 求你 那伊藤城呢 我面无表情 你们上辈子孩子都有了 怎么说 柳如烟说不出话 许久后 他肩色道 是他把我关罪了 我们只有那一次 我扯出一个讥讽的像 并不说话 柳如烟头更低 从头到尾 我喜欢的只有你 我从来没喜欢过伊藤城 他继续道 就在这时 街边的黑暗里 突然想起一道阴沉的男生 那我算什么 伊藤城从阴影里走出来 他身上还穿着那身就运动服 被雨打尸紧紧贴在身上 柳如烟 他没什么表情 眼里却闪烁着疯狂 你喜欢他 那我又算什么 这些年我一直陪着你 又算什么 柳如烟死死捏住拳头 看向他的眼神 再也没了一贯的温柔 只剩恨你 伊藤城看样子没重生 还是上辈子的伊藤城 他现在并没下毒害我 我报复都没地方报复 柳如烟也明白 什么都没说 伊藤城一正 你恨我 柳如烟 你竟然恨我 要不是你一直挑拨我 和记不出的关系 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他语气冰冷 我挑拨 伊藤城笑了 柳如烟 他索性也不再伪装 要不是你自卑又自负 我怎么挑唆的动 是你自己心里阴暗 想得到他又害怕 总是跟我在一起 逼他吃醋才好一遍遍正面 他爱你来满足你那扭曲的病态 现在倒都推到我头上来了 柳如烟只见掐尽掌心 记驳出 伊藤城歪着头 神色是一派不简 似乎只是在问一个 无关紧要的问题 你明明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跟我抢柳如烟啊 他似乎也不需要我的回答 自说自话 你出身好 长得好 所有人都围着你 爱着你 捧着你 你要的他们会捧到你面前 甚至都不需要你开口 那么多人喜欢你 为什么你还要跟我抢柳如烟 他声音带上一丝咬牙的颤 我只有他呀 为什么为我只有这一个人 你还要抢走啊 明明你都已经有那么多了 我平静到 柳如烟是个人 喜欢谁是他的选择 我强迫不了他 而且我也从没赢过 这场爱情游戏 只有我输得彻头彻舞 是吗 伊藤城走近我 我这才看清 他一直有一只手背在身后 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浮现 我刚要后退 他就猛地抽出一把匕首直冲我来 你去死吧 他面容扭曲 神色疯狂 只要你死了 柳如烟就还会是我的 纪博出 你凭什么这么幸福 你该死 他离得太近了 我一时间来不及躲闪 放大的瞳孔 印出他密布血丝的眼 就在这时 一股力道猛地把我推开 利润入肉的扑齿声 被雨声遮掩 伊藤城看着面前的柳如烟呆住 他握着匕首的手指开始颤抖 慌乱道 如烟 我亮枪回头 那刀已经深入柳如烟腹部 渗出的血水被雨冲成淡粉色 他好似没有察觉 只是微笑着看向我 你没事就好 等送到医院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彻底昏迷过去了 他失血过多 直接进了ICU抢救 伊藤城也被赶来的警察带走 直到第三天 柳如烟才醒过来 我走进病房 看着他 感觉有很多话堵在喉咙里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很虚弱的样子 面白如指 却仍是艰难地撑起一个微笑 纪博出 你没事吧 我情绪复杂 你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刀 他睫毛低垂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不想让你受伤 伊藤城那一刀是冲着我心脏去的 好在柳如烟运气好 没被没伤及要害 你打算怎么办 我突然问了一句 柳如烟很快明白过来我的意思 苦笑道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实话实说 那可是你上辈子的适时老公 你给他生过孩子的 我靠着另一张床坐下 他低声道 可他杀了你 我沉默 柳如烟咳嗽了几声 疼得眉头紧住 随即他嘶哑道 纪博出 我真的知道错了 之前我错得太离谱 如果说 他的声音哽咽起来 嘴唇哆得不成样子 如果说我能改 你愿不愿意 不愿意 我打断了他 你是救了我 但上辈子我也是因你而死 我们称死算是扯平了 即使你为我挡了一刀 也不能抹平你曾经对我的伤害 他红了眼 死死咬着牙关 抑制住哭腔 可是纪博出 你曾经说我永远爱我的 我突然有些疲惫 是你先说爱我的 转身离开前 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柳如烟消瘦了很多 病夫套在他身上 松松垮垮了 眉眼还是那个 曾经我爱过的少女 只是灵魂却已然苍老 我们或许相爱过 只是时间不对 可是现在 我轻声道 柳如烟 我是真的不爱你了 走出病房后 我还能听到他绝望的痛苦 可是纪博出 那我怎么办 我重来这一遭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听你说你已经不爱我了吗 那我还不如死在上辈子 我低下头 眼里干涩 我已经哭不出来了 因为那些泪早就在上辈子流干了 我大步离开 把那些哀嚎甩在身后 到最后 再也听不见 柳如烟没有包庇一腾成 他因为故意杀人未遂 被判入于七年 学校也把他开除了 听说他妈经受不了打击 跳楼自杀了 庭审那天我没去看 其实我也多少想明白了 一腾成为什么这么恨我 与其说是为了柳如烟 倒更不如说他是因为嫉妒我 嫉妒我什么都有 所以想尽办法要把柳如烟抢走 来彰显他也能赢过我 在发现连柳如烟都失去的时候 他就疯狂了 听说他在知道他亲妈的死讯后 就彻底疯了 神志不清 甚至在宣判的时候大肆辱骂反观 死讯当然是我找人传给他的 我还跟我爸打个招 请他找人在狱里好好关照一腾成 上辈子下药的事我一直记得 他终究要把欠我的还回来 三年后 我跟圣仙先结婚了 我们两家都很重视这场婚女 大摆宴席 市里有头有脸的人都被请过来 场面隆重极了 就在我俩要上台的时候 秘书突然小跑过来 拿着一个红风 上面什么也没写 记总 您看这个红风里面有张卡 我合适过了是真的 但是没留名 他就没到 您看这怎么办 我和圣仙先对视一眼 都猜到了这是谁给的 他笑了笑 行啊 既然有人上赶的送钱就收下没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条短信 陌生号码 眉头末尾的只有一句话 要是你哪天不喜欢他了 就回来吧 我永远等你 圣仙先吃笑一声 那他就等着吧 下辈子也等不着了 我当着他的面 删除了短信 顺手拉黑了这个号码 走吧 我牵住他的手微微一笑 都等我们呢 那些黑暗的夜晚终将过去 而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头 柳如烟视角 在见到纪波初的时候 我愣住了 眼前是二十岁的他 满脸的朝起 全然不似记忆中的木起沉沉 我已经忘了有多久都没见过了 我的目光挪不开 贪婪地注视着他 我已经很久 很久都没见过纪波初了 上辈子管家说他死了的时候 我还不信 直到回去看到他冰冷的尸体 很奇怪 那一瞬间其实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周遭的一切都消失了 我有那么几秒钟 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听不见 直到他们慌乱地把我扶起来 我才意识到我刚才竟然摔倒了 我很平静地问管家 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管家摇了摇头 先生什么都没说 哦 原来他竟然一个字都没留给我 也是 我们之间该说的都说完了 年少他爱我的时候 说尽了甜言蜜语 后来我们反问 又把对方所有的痛苦 都拖出来鞭尸了个干净 他骂我不得好死 我骂他自甘下见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好的坏的 早就说无可说 也就是在这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心脏处传来的 迟钝的疼 那疼一开始细细蜜蜜的 并不十分尖锐 然而很快就恶毒地四处钻动 我的心脏像是被穿得千疮百孔 疼得我不得不跪下抵挡 我看向纪波初 他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 一点反应都没有 要是以前他看到我这样 哪怕吵得最激烈的时候 他也一定会来关心我 他一向这么傻 只是这次 他连个眼神都不愿意再给我 也是 他已经死了 彻底死了 永远都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我这么想着 并不伤心 我只觉得我好像在思考别人的问题 我的身体和大脑都变成了另一个人 隔开了物资疼痛的心脏 怎么办呢 真会给我添麻烦 我想 我明天还有个会要开呢 这下要延迟了 毕竟我得给他办丧事 猴头突然有点痒 我咳了几下 却看到管家惊恐的眼神 他慌乱道 夫人 我低下头 这才看到自己胸前心红的星星点点 这是谁的血 我有些纳闷 随即喉咙的痒越来越压不住 我猛地喷出了一口血 管家急疯了 拉着我要去医院 而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哦 原来这是我的血 既播出死后 我没掉眼泪 我甚至还回家收拾了一趟东西 他的东西不多 明明以前是那么喜好奢侈的一个人 现在屋里却空荡荡的 连衣服都只有几件砸牌子的地摊货 挺好的 我想我们纠缠了这么久 终于能结束了 直到我打开柜子的时候 看到了一厨子的药油 以前打工送外卖的时候 我出过车祸 腿受过伤 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要命 这种药油是他专门找了人特制的 当时我还笑话他干嘛买这么多 他边揉着我的小腿边笑着他 万一以后没得用怎么办 可惜结婚后我很少回家 每次回来也都是争吵的 这些药油我只用过聊聊几次 半瓶都不到 我这才突然想起 其实我们也是有过好时光的 我也曾经觉得他很好过 只是在无尽的争吵和搓磨中 彼此到底都只剩下面目可憎 我突然觉得脸上有些湿热 伸手一摸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早已泪流满面 继波出死后 我并没如自己所想的那么快忘了他 反而他日日夜夜出现在我的梦里 好像要故意折磨我似的 有时候是年少的时候 他大咧咧的饭盒递给我 柳如烟 这是我家保姆做的和女 最好吃了 奇怪 当时我只觉得他焦很高 满心的厌烦 现在却突然发现 他那种直白的爱意其实很可爱 后来我才知道 那道和牛立是他最喜欢的菜 他是想把他最喜欢的东西分享给我 赤诚的毫无保留 只是那时候 我根本就配不上这样珍贵的爱意 年少时自卑的心态敏感 竖起全身防备的尖刺 把每一个仕途靠近的人扎的遍体鳞伤 既博出家庭好 长得又帅 喜欢他的人那么多 我不信他 竟然会喜欢我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有钱人的把戏太多了 他一定是在戏耍我 所以我对他越来越坏 我想让他离开 他是一种 从来没在我这种平级黑暗世界里 出现的珍稀物种 扰乱了我的整个生物圈 让我手足无措 可我又想在他不肯退却中 卑鄙地一次次确认他对我的爱 多么可悲 又多么可恨 结婚后 我们的关系似乎好了一些 只是伊藤诚不断地提醒我 他和我们永远都不会一个世界的人 他说的对 我第一次拿到钱兴致冲冲给他买了车 其实不过是大学时候他的追求者 早就送过的过季品 我有什么值得他喜欢的呢 那时候我并不懂自己的心 我以为我是真的讨厌他 可我又忍不住凑紧他 我不断带着伊藤诚在他面前出现 在看到他受伤神情的时候 并态地吸吮着那一丝情 看 他是在乎我的 在后来 他在我梦里又变了 他躺在病床上 目光冰了 他说 柳如烟 我不爱你了 然后我变猛地惊醒 夜不能寐 日日反复如此 我有时开心 有时害怕 我不得不去找了大师 我问大师 师傅 他是不是有什么放不下的执念 我是不是需要超度一下他 座场法事 大师看了我许久 叹了口气 施主 他双手合十 悲悯道 放不下的并不是他呀 那天我在山上坐了许久 才想明白 原来放不下的是我 原来 我早就已经爱上他了 纪博出死后第三年 我开始逐渐磨正起来 伊藤诚和孩子我一概不管 任由他怎么发疯 我也只是冷冷道 是你非要抢求来这个孩子 与我无关 纪博出生日那天 我混着酒吃了两瓶安眠药 为了确保彻底 我还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难以忍受的疼痛逐渐变得麻木 我眼前突然有轻松扶过 阳光很温暖 鸟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的手突然被柔软钻住 侧过头去 二十岁纪博出映入我的眼帘 柳如烟 他笑着道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 我看了他许久 眼前逐渐泛起湿热的模糊 随即我慢慢转过身去 抱住他 越来越用力 他被我吓一跳 推我 你干嘛 谁欺负你了 随后又回拥住我 轻笑 你到底怎么了 想我了吗 我的声音带上哭腔 是啊 季博出 我想你了 想得已经熬不住了 如果能永远停留在那一刻就好了 好过听他亲口说乖我了 那一刻我才知道 万箭穿心 也不过如此 我躺在床上 哭得声嘶力竭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让我回来 我以为我能挽回他 扭转我们悲剧 却没想到 我彻底失去了他 心脏疼得我喘不上起来 我又哭又笑 我觉得我疯了 可我又觉得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我清醒地明白了 原来 我的重生只是为了赎罪 是为了把他受过的苦都再长一遍 死亡不是真正地离开 现在 他才是真的彻底离开了我 而我的余生 都将活在这无尽的绝望里 不得挣脱了